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国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孙中山辛亥革命,民国曙光出现 二,邓丽君歌声传千里,甜美旋律弥东亚 三驱远头江碑愤,端午纵襄传千古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孙中山辛亥革命,民国曙光出现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那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故事 辛亥革命,以及那位被称为国父的伟人孙中山 想象一下,十九世纪末的中国 一个穿着长袍马褂,带着清朝式的辫子的青年 他的名字叫孙中山 这位青年不仅是个医生,还是个兼职革命家 他看着那些满清官员,心想 这些人管理国家的方式,就像我奶奶用微信一样 完全不在行 所以,他决定要做点什么 要给中国带来一场革命 孙中山先生可不是一般的革命家 他的旅行箱里,装满了革命的火种 从夏威夷到日本,从欧洲到北美 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到处拉拢同志,筹集革命资金 他的口号是驱除达鲁 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 让我们把那些不懂管理国家的人赶走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让大家都有地方住 不要让地主老财全战了 1911年,一个叫武昌的地方爆发了起义 这就是著名的辛亥革命 这场革命就像是一场大火 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中国 满清政府的统治像是一堆甘草 一点就燃,很快就烧得只剩下灰烬 孙中山在这场革命中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这就好比是他在玩一个长达十年的游戏 终于通关了一样 不过,孙中山先生当上大总统后 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他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何将一个几千年来都是皇帝统治的国家 转变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 这就像是让你的爷爷突然开始用智能手机一样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虽然孙中山的民国梦想并没有完全实现 但他点燃的那束曙光照亮了中国的未来 他的理念和精神至今仍然激励着无数人 所以,每当我们谈论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回顾历史 我们还在学习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一种为了理想和信念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 这位国父不仅仅是中国的骄傲 也是全世界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们的灵感来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邓丽君歌声传千里 甜美旋律迷东亚 各位听众、学生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位跨越时空 让人心最神秘的歌唱巨星 邓丽君 他的歌声就像是那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香料 随着商队的脚步传遍了整个东亚 甚至更远的地方 邓丽君一位来自台湾的歌唱奇葩 他的声音清澈甜美 就像是春日里的樱花瓣 轻轻飘落在你的心壶上 激起一圈圈连衣 他的歌曲不仅仅是旋律 更像是一种时代的记忆药水 一旦附下便能唤起那些被遗忘的青春回忆 说到邓丽君的魅力 可不仅仅是他的歌声那么简单 他的形象永远都是那么端庄优雅 就像是邻嫁女孩般亲切 让人不自觉地就想要保护他 他的笑容 仿佛能构造亮整个黑暗的房间 让人心生欢喜 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 邓丽君的歌曲 几乎成为了东亚地区的共同语言 无论是在日本的街头巷尾 还是在韩国的咖啡厅里 甚至是在遥远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你都能听到他那熟悉的旋律 他的歌曲《甜蜜蜜》 《我只在乎你》 月亮代表我的心等 成为了无数情侣的爱情信物 传唱至今 有趣的是 邓丽君的歌声 不仅仅迷倒了普通大众 甚至连政治领袖也难淘其魅力 据说 某位国家领导人在访问日本时 专门请求与邓丽君见面 只为了亲耳听他唱一曲 这位领导人后来形容这次会免为国事访问中最难忘的时刻 可见 邓丽君的歌声不仅能够穿越国界 甚至能够穿透人心中最坚硬的防线 当然 邓丽君的故事还有很多 他的音乐生涯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 充满了欢乐 悲伤 奋斗和成功 他的离世 让无数粉丝心碎 但他的歌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世界里 就像一颗闪耀的星星 照亮了东亚的夜空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在KTV点唱邓丽君的歌曲时 不妨想一想 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以及那个让整个东亚都为之疯狂的甜美歌声 邓丽君 一位真正的音乐传奇 他的歌声传千里 他的旋律迷东亚 也迷住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屈原投江悲愤 端午纵相传千古 好的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战国纷争的年代 聊聊屈原这位楚国的忠臣 以及他如何成为了端午节的忠心人物 屈原 他不仅是楚国的大夫 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他的生活 可以说是忠心耿耿 结果被赶出京城 因为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腐败 提倡改革 结果得罪了一众权贵 被迫离开了都城 流放到了汉北 在那里 他写下了许多流传千古的诗篇 比如 黎骚 九哥等 这些作品充满了对国家的忧虑 和个人命运的感慨 然而 屈原的故事并没有在流放中结束 相传在一个五月初五的日子 他听闻自己的国家被侵略 楚都陷落 悲痛之下 他投江自尽 以此表达对国家的忠诚 和对未能改变命运的无奈 这一天就是后来的端午节 屈原的故事 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结束 相反 他的忠诚和才华激发了后人的无限敬仰 为了纪念他 人们在端午节这天华龙舟 据说是为了在江中驱赶鱼儿 不让他们吃掉屈原的遗体 而包粽子 则是因为传说中 人们投入江中的食物 希望鱼儿吃这些 而不去吃屈原 粽子 这个由糯米和各种馅料 包裹在竹叶中的食物 不仅美味 还富含深厚的文化意义 它的形状和包裹的方式 有人说像心脏 有人说像金字塔 无论如何 它都是对屈原精神的一种象征 端午节至今 仍然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节日 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屈原 也是为了传承那份对家国的忠诚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每当端午节来临 无论是城市的高楼大厦 还是乡村的青山绿水 都弥漫着粽业的清香 和对历史的深深怀念 所以 下次当你咬下一口香甜或咸香的粽子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这是千年历史的味道 是屈原精神的传承 也是我们 对于历史的一种幽默而深刻的回味 最后 我要向大家强调一点 历史不仅仅是一本厚重的教科书 而是一个生动的故事 是我们与过去连接的纽带 通过了解历史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 更好地规划未来 孙中山 邓丽君和屈原 他们都是历史中的英雄人物 他们的故事和精神 都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他们不仅仅是中国的骄傲 也是世界的宝藏 所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这些历史人物 和他们的故事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理解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让我们一起探索历史的奥秘 共同感受那些伟大人物的 智慧和勇气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